是實際上大家在開場影片的時候有看到 就是我們從2011年開始舉辦預防醫學講座 主任是我們邀請的第一位外科醫師 就是這11年來 因為我們以前以為就是談預防這件事情 好像就是從內科那邊開始 因為有很多生活習慣 因為國科醫師有時候已經被患人工關節畫上等號 所以很少外科系的醫師會在做預防醫學 因為我看到太多 因為開刀不當的手術之後造成的殘障等等 我覺得事實上這個病應該是要提早來預防 所以今天覺得非常榮幸邀請到主任 而且從這個治療的部分到預防 生活預防的部分都講得很周全 今天有一些take-home messages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到就是在生活上 然後運動面都有三個原則要記住 希望大家都有筆記 我們還是延續我們之前的習慣 我們的QA是讓大家寫提問單 然後由老師來回答 如果題目簡單一點 我們看是不是可以把今天的提問單都把它問完 不過如果大家有再繼續寫的話 我先提醒我們這邊不能問診 就是預防醫學的演講是不問診 所以個人的問題還是要去找專科的醫師來治療 那如果有一些預防性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邊提問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請同事來報答 那一位觀眾的提問是 醫大過玻尿酸數年 那醫師建議這邊應該怎麼做 我想聽了前面的課應該了解了吧 如果不了解表示我沒有講清楚 風尿酸我跟大家講 現在連動物都在打 因為傷機太大 這樣大家應該就了解 只要電視上廣告越多的就是傷機越大 那就自己要存疑 存疑那個到底是不是有效 好那下一題是 有治患過人工關節的話 該怎麼樣保養 那治患過後六年就開始會痛 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我會建議先做這三個運動 先做這三個運動 因為已經患了 真的是很不好再去處理 因為人工關節的步驟 有一百多個步驟 那每個醫師開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我們只能從X光去判斷 他裝了真不真 有沒有磨損 有沒有鬆脫等等 但是其他部分 他對軟組織是怎麼處理的 在X光變都看不出來 所以通常都會建議先做復健運動 因為很多都是復健做得不夠 引起的不舒服 那下一題 一樣是玻尿酸的問題 就是玻尿酸多久可以打一次 以及對關節的影響 或是剛剛老師好像已經 就是在說很多 如果我也不想擋人的傷機 但是我是反對醫生 沒有去講裡面的問題 就一直叫病人打 甚至先收錢 因為我有聽說PRP也是 先收十次的錢送一次等等 這個是商業行為 那如果他有講道理 有說我打這個只是讓你消炎 你裡面還是有摩擦現象這些問題 他有教你保健 像今天這樣教你要慢要等等 如果有講這些我不會反對 講了這些之後 病人還是願意花那個錢 還是願意打 是不反對 但是我是反對不明就裡的 一直去打 因為我看到太多被拖延的病人 就病人很多都是開兩腳 一腳換關節 一腳做關節鏡 那病人開完之後 他就說以前的醫師 怎麼沒有跟我說 可以用關節鏡這麼舒服 都不痛 他另外一邊換關節的就很痛 那就是說如果早一點知道 他另外一邊沒有歪到那麼嚴重的時候 就只要用關節鏡就可以挽救 所以我就是因為看到非常多 被傳統治療拖延的病例 所以我非常反對 剛才講的不講原因就叫病很大 謝謝 老師有兩位民眾問到那個 營養補充劑的部分 或保健食品 就是吃D3加鈣 有沒有幫助 這個事每一次都會有人問 因為軟骨的成分就是有葡萄糖 跟那個糖尿酸 這兩個是糖骨主要的成分 所以打這個吃這個就是吃什麼補 什麼這種觀念 事實上這些注射或者吃的都是大分子 大分子你吃葡萄糖 吃到胃裡面都被分解掉了 都不是那個大分子直接吸收 直接到關節裡面 反而食物裡面都存在這些小分子 所以病人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說我們身體的組織 各式各樣和其多 你不要光是只是注重軟骨的部分 應該是全身的組織你都要注意 所以就是均衡的營養 自然的營養 盡量不要吃食品 不要吃那個人造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解答大家的疑問 有位民眾問到這個日本製的官吏固 這我不熟 葡萄糖胺嗎 我有一張slide 把目前市面上所有這方面的產品 零零種種都照出來 事實上這個當大家了解內部因素 今天講的之後 就我舉個例子 那個壁癌 家裡落水 那個油漆一直掉 你講的葡萄糖胺 還有那個烤尿酸 就是這個漆啊 就是油漆啊 補土啊 這個等於在問我哪一種牌子的油漆比較好 現在重點是漏水要去抓住 抓出來 就可以抓得出來 所以這些都是 你原因沒有去治療的話 你用再好的東西還是一樣 這個暫時 謝謝老師 我先講 就是如果是個人的問題 掛號問枕就會被我們跳過 是不是請老師講一下這個 髖關節如何養護 掛號問枕 你可以看這一張 好 對 髖關節如何養護 髖關節 髖關節 講到其他關節 我只能說一個大致的原則 我們身上所有的關節都一樣的原則 最常來找我們骨科的除了膝痛之外 還有腰痛 所以上腰部最多關節了 所以所有的關節的保養都一樣 第一個 周遭的肌力要加強 周遭的肌力要加強 這適用於髖關節 肩關節 走關節、手關節都一樣 就肌力要加強 另外第二個就是柔軟度要增加 所以就是腹肩運動要做肌力訓練 再加上拉伸的運動 所以大家就融會寬同 每個關節都一樣 老師有一些關於膝蓋的問題 就是平常好像蹲走都沒有問題 可是突然之間就蹲不下去了 就裡面有東西卡到 裡面有東西卡到 卡卡的也是很常見的問題 那當然常常發生的話 就要找醫生去找出病因 那如果偶爾發生 那你就要看他會不會痛 如果不痛大部分都是生理性的 裡面的肌腱摩擦 或者一些氣泡的聲音等等 如果會痛或者常常發生 會影響到你的活動 最好是先找醫生診斷 膝蓋掌骨刺要怎麼辦 膝蓋掌骨刺是第三期 所以問題不在骨刺 是在他的進展已經到第三期 所以在電視上的一些賣高藥等等那些廣告 常常在強調骨刺 所以造成民眾錯誤的觀念 以為骨刺是壞的東西 要去把它拿掉等等 事實上為什麼會長骨刺 就是我們我以膝關節來講 任何關節都可能會長骨刺 膝關節來講 他早期是磨損 所以軟骨變薄 變薄之後 是不是旁邊的韌帶就鬆了 膝蓋就比較鬆了 所以他因為空間沒有了就鬆了 這個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身體為了要維持穩定 所以旁邊會有骨刺 所謂的骨刺長出來 把那個韌帶撐緊 所以這個是一個生理上的補償的功能 那如果旁邊有神經被壓到 當然這個骨刺會引起症狀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開刀並不是把骨刺拿掉 尤其是關節精的手術 但是換關節的時候一定是不會把骨刺 全部把它清除掉 老師請問有西部不健康的自我評量表嗎 還是完全是看自己平常的狀況 通常都是從疼痛開始表現出來的 所以如果有痛 有些人他是說緊 那評量表我們在我們的官網裡面 如果大家去找我們的官網裡面 我們有去找到一個評量表 對 大陵子記的這個官網 對 關節中心 關節中心 大家去找 好 盤腿會不會有害習關節 盤腿蹲跪 再一起講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話 會認為會 像剛剛前面有講說 蹲似馬桶比坐似傷膝蓋 似傷並不是 就是你的速度 那在危險角度 你只要慢 比如說盤腿 坐禪的人都要盤腿 事實上 所以你盤下去或者是拜佛 你再跪下去的過程 你慢慢的就不會傷害 反而盤腿那個動作對膝蓋是好的 就是我們抱膝的那個動作 等於就等於是我們抱膝的深度彎曲 它是把關節的那個拉鬆的一個動作 所以經常盤腿對膝蓋反而是好的 就是你盤下去的那個過程要慢 要慢慢不要去夾到那個內側作病 不要產生摩擦現象 下山的時候拉傷了 那這個跟膝關節腿化有關嗎 拉傷是指韌帶嗎 那現在拉傷的範圍很廣 包括關節囊 還有剛才講的夾到內側作病都有可能 但是它表現出來是膝蓋不方便 所以還是要診斷看是拉傷什麼東西 軟骨蓋化需要開刀嗎 不一定 我們會看到很多那個半月軟骨 有時候會蓋化 那沉積除非有症狀 像那個尿酸沉積等等 如果有症狀當然是可以用關節筋進去清洗 如果光是看到沒有症狀 只是看到有蓋化不見得是有問題 軟骨會再生是幹細胞可以用嗎 那個我最後講的那個2.0就是加上細胞治療 細胞治療就包括幹細胞 最主要就是幹細胞 為什麼跟我們的部分可以做完美的配合 就是目前幹細胞來源最方便的就是脂肪 另外是骨髓 骨髓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脂肪幹細胞在我們的計劃 是在做關節筋的時候 只要在開始之前把關節筋 做關節筋的時候裡面的細胞抽出來 我們合作的那一家訓練 它只要指甲 小指甲 小指的指甲這麼大一小片 它就有辦法在兩個月之內培養出5000顆的幹細胞 所以正好就是在我們做完關節筋那個消腫 一兩個月消腫之後幹細胞就培養好 就可以在門診打到關節裡面 這樣就可以讓軟骨促進它再生 上樓梯的時候要踩那個階梯室 要踩半滿還是圈滿 關於上下樓梯的 教大家怎麼上下的非常多 那個網路上 那也講的道理 就看大家聽得懂聽不懂 說實在也大部分我都聽不懂 所以今天大家聽我講的話 我不知道聽得懂聽不懂 我的觀念就是很簡單 完全是那個彎曲 彎曲的動作要慢 所以跟你踩多少應該是沒有關係 你只要上的那隻腳放輕鬆的上 慢慢的上去 因為上去的時候 它不需要承受身體的力量 所以你只要慢那個 皺臂是不會摩擦的 不會假的 所以完全就是那個老師講的角度的問題 角度的問題 好 那這邊有一題就是 做完關節進尾床手術之後 要如何復檢 一樣就是那個 333的那個 後面兩個3 我們科學就是要化繁尾檢 各位手上拿到的 那個就是我們20年來 把複雜事情最簡化 簡化成那一章 這個所有的 膝關節的問題都可以通用 包括換了人光關節之後 也一樣 一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保養 拜拜的時候跪著好嗎 剛才有講到的 剛才有講到就是過程要慢 這題我不知道是不是離題 就是 游泳的時候養飾比較不適合什麼 那要看你的知識 這是 因為養飾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猶 正確的養飾是 跟自由式有點類似 但是它是踢 它是踢 它不是像自由式這樣 大腿沒動 它是兩隻腳這樣踢 所以踢的話 膝蓋那個摩擦現象也是會有 那有些人有養飾用挖腿 用挖腿的話 那就跟挖式一樣 就是你在彎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那捷擁 這個是應該是最標準的捷擁 是最適合膝蓋的 民眾講到說 高雄有一個關節放鬆術 對 對 說實在最近 有很多人想要知道這樣 最近幾年因為我大力推廣 看到我的觀念的醫師 包括西醫中醫也不少 所以他們還有附健康 他們會變廣 把這觀念接受之後 就用他們的方式 我知道有些中醫就是會教用按摩 用推膝蓋骨的方式 只要仔細了解 如果不違反這個原則 就是膝關節 讓它越鬆 靜態壓力越低的話 是越好 這個是我是不反對 但是要仔細了解他們怎麼做 這邊有各位聽眾就是請教老師說 氣功是不是也跟老師的這個 智慧呼吸三三三結合氣功 當然可以 因為氣功動作都是慢 而且它很多部分都是增加血液循環 增加血液循環 所以最近我聽說拍打等等 很多類似這些方式 只要增加血液循環的方式 都對我們身體是有幫忙的 都沒有壞處 下樓梯的時候會關節痛 那改用後退下樓 不過這樣不是挺危險嗎 就不痛 就很多醫師會教用後退 我是不太贊成的 因為危險 會怕跌倒 後退它為什麼會比較不通 後退你不敢快 不敢快 你一定是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那個爛的 那個意義是 實際上已經受損了對不對 因為上樓受回通 好 要怎麼知道自己是屬於 就老師今天上課的這個第幾期 第幾期 我有幾張slide我今天沒放 很簡單 第一期 但是要照X光片 一定要去照X光片 我曾經想到有沒有辦法用網路看診 但是查法律上好像不準 實際上只要去X光攝影那邊照片子就可以分歧 第一期就是有症狀 但是X光片看不出來 軟骨還沒有明顯的破壞 就是有疼痛啊 頸啊頸啊頸症這些症狀就是第一期 第二期就是已經可以看到軟骨變窄 就已經有磨損了 看得出來了 但是還沒有長骨刺 第三期就是可以看到骨刺 但是關節腔還是存在 並沒有完全磨光 所以就是有骨刺就是第三期 第三期就開始變形了 第四期是整個關節間隙都消失了 就軟骨都磨光了 第五期是我們醫師檢查 如果你的軟骨都磨光 我們幫你檢查已經鬆鬆的 已經鬆動的就是第五期 所以第五期就一定要換關節 各位聽眾說 就是如果軟骨只剩四分之一 那就是老師講的第四期嗎 剩下四分之一還在第三期 因為還有 全部磨掉的話才是第四期 膝關節的咔咔身 和骨性關節炎有關聯嗎 它是骨性關節炎的症狀之一 但是有咔咔身不見得是骨性關節炎 A則B不見得是A 蹲馬步會傷息嗎 蹲馬步因為它不動 它沒有動 所以重點是你蹲下去的過程慢 就不會 所以現在在推身蹲 要推身蹲 身蹲本身不會傷息 但是你身要蹲下去那個動作慢慢的就可以 如果膝蓋會痛的人就扶著東西慢慢的蹲 當然你蹲在 蹲到半蹲那個角度 軟骨之間的壓力是增加的 但是你的耐力不可能會撐到破壞軟骨的程度 所以那個不算靜態壓力會破壞軟骨 還算是間歇的壓力 我們今天提問單都問完了 所以謝謝老師 我要跟老師報告說 指教我 請教護身上